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夫妻不同的是 四个孩子的婚姻都不理想 大女儿污问乐公主嫁给美国人 后来离婚再也没有嫁人了 次女是灵通公主呢 之间单身一人 估计是终生 不嫁了 马哈已经有五段婚姻 自己呢 都被弄得是精疲力尽 小女朱拉棚公主嫁给了一名离婚军官 这名军官没有得到提收 后来虐待朱拉棚公主 最终他们也是以离婚告终 朱拉棚公主是普名蓬国 和势利吉王后最疼爱的小公主 身体一直不好 年幼时就体弱多病 但是她很聪明 和姐姐们一样 她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获得了马西敦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她有两个女儿 西里帕朱塔棚和阿提亚聪吉迪坤 由于她一直保持了公主的头衔 所以她的两个女儿在拉玛时事正式加冕后 也是被册封为公主 与朱拉棚公主的身材不一样 她的两个女儿长得都很胖 特别是大公主朱塔棚 她的体重已经接近了200斤了 被誉为泰国的杨贵妃 她的性格非常开朗 与她母亲一样 学习成绩也很优秀 她和妹妹都是学习平面设计专业 她还和母亲一样拿到了博士学位 是她姨母 是灵童公主亲自给她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朱塔棚公主虽然很胖 但是她长得并不难看 五官端正 由于她们对王室头衔 朱塔棚公主也是经常参加王室一些公益活动 俗话说 新宽体庞 朱拉棚公主与她母亲一样 心地善良 她非常乐于慈善事业 赠云玫瑰 流有余香 朱塔棚公主心美面善 每次慈善活动 都会受到了泰国民众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朱塔棚公主常说 民众的笑脸就是她对她工作的最好回报 泰国王室自失利级王后开始 王室女人就顺行穿着泰国礼服 这种泰式礼服对于身材苗条的女性 往往能够充分地展示她们完美的曲线 是利级王后年轻的时候身材非常苗条 云颤 优美 所以她特别喜欢穿着礼服 下面的裹屯裙能将女性特有的部位完美地展示给他人 难怪帕查拉公主和苏提达王后都喜欢这种裹屯裙 原来就是想展现她们优美的臀部 对于肥胖的朱拉棚公主来说 泰国礼服并不适合她 然而朱拉棚公主很聪明 她用颜色来弥补自己身材的不足 她选择金色的套装 虽然穿在身上有些肉肉的感觉 但是能够占夺出雍容华贵 在诸多苗条身段中 朱拉棚公主的珠人日润 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 只是现代人的审美观发生了改变 要是在唐朝呢 这位泰国阳贵妃一定会成为一大美人的 拉玛时事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下手都狠 但是她对自己的外甥却表现出非常体贴和关照 自己登基家里之后 还不忘的将自己的外甥们 册封王室头衔 朱拉棚公主姐妹俩被重新册封之后 她们在王室的地位得到确认 虽然她们是旁支 但是她们同样像王室成员的待遇 她们也能够和帕查拉公主斯瑞凡公主一样 参与王室事务 今年36岁的朱塔棚公主 虽然因为太胖 快200斤的体重 让很多男士望而却步 泰国王室公主的婚姻知识 确实也是一个老话题了 有王室的规矩 也有个人的利益 而更多的是 她们也确实很难找到 门当户队的好人家 她们可不能像马哈那样 随便找一个平民下架了 否则她们的王室头衔就会被废除 这就是泰国王室明显的男尊女卑 虽然拉玛九世国王 册封了施灵通公主为女性王储 与马哈一样享有王位继承权 而且施灵通公主各方面都比马哈优秀很多 可是泰国王室仍然是以男性优先为原则 马哈最终成为了拉玛十世国王 施灵通公主仍然是国王的助手 下面是任性一辈子的施灵吉 晚年栽了一个大跟筒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施灵吉出身名门 他的父亲是拉玛武士朱拉龙公 国王之孙 皇族血统家族显赫 是泰国很有势力的名门望族 施灵吉的父亲呢 一直是泰国驻英法的外交官 施灵吉出生在英国 从小生长在欧洲 后来呢进入瑞士洛桑一中学学习 在那里先后了普命棚国王 施灵吉本来就是一个美人披子 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开放教育 思想就更加开放 大半也是更加新潮 时尚 而普命棚呢 也是一位英俊的青年 学士温柏 虽然呢父亲去世的早 但是在他两岁时因病去世 可是他有一位好母亲 他让他们兄妹三人 读书受教育成为了国家斗粮 普命棚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在他们三人中 普命棚是最有学问的一位 才高八道学士过人 而且啊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 体育音乐美术摄影等样样精通 普命棚和施灵吉在瑞士洛桑中学 因为都是太义侨胞 都有王室血统 两个人一见钟情 说到他们的爱情故事啊 还有很多的小插曲 首先是施灵吉一家人的反对 他们不想将女儿嫁给未来的国王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泰国的国王没有实权 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一个傀儡 而且没有安全保障 普命棚的哥哥拉玛巴士国王 就是被别人在泰国皇宫刺杀的 但是呢普命棚非常喜欢施灵吉 他对施灵吉保证 此生只爱他一人 在一次周末开车去看望施灵吉的途中 普命棚与一辆货车相撞发生车祸 受伤后被送往医院 不幸的是右眼失明 施灵吉得知情况后 立即跑到了医院 一直在医院护理普命棚 两个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1950年他们回到泰国结婚 然后呢普命棚正式的加冕为 拉玛九世国王 施灵吉被册封为王后 泰国民众看到了自己英俊的国王 和美丽的王后兴奋不已 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泰国 难得遇到这样的盛事 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悦 祈祷和祝福国王和王后幸福美满 国泰民安 普命棚国王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 他多次打击动乱 稳定国家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他带领科技人员 在大皇宫进行水道的农作物 增产征收实验 将优良贫穷免费发放到农民种植 改善他们的生活 施力吉王后更是设立了慈善机构 对一些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 奸行了定点施救 解决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 这对年轻的国王和王后 受到了泰国民众的无比崇拜和尊敬 国王和王后还有王室的地位 也是越来越高 普密鹏国王和施力吉王后的画像 遍布了泰国 各个城市和每个家庭 施力吉王后是大家公认的美人 她标准的五官 完美的身材 让泰国民众感到了无比自豪 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 泰国时局基本稳定 王室逐渐壮大 施力吉王后却突然出轨 与自己的男保镖私下偷勤 普密鹏国王大人大度 没有追究施力吉王后的责任 但是她开始已经冷落施力吉王后 这个肯定可以理解的 不要说一个是国王了 就是一位普通的百姓 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理智的 普密鹏国王也是因此 更加的受到民众的崇拜和敬畏 施力吉王后后期 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消停过 她不但不感谢普密鹏国王 对自己的宽宏大量 反而多次耍小女人脾气 无理取闹 后来她总是觉得是自己身体发胖 容颜变老 普密鹏国王不喜欢她了 她开始迷恋整容 其实施力吉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 她降低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生活和行为都有所放纵 上二世纪八十年代 刚刚兴起整容热 施力吉本来就是喜欢心愁的 她对整容广告宣传深信不疑 结果手术后呢 施力吉王后不但没有看到自己 年轻貌美的往日容颜 反而出现了很多皮颜包疹 让本来很好的一张脸 弄得非常难看 不敢见人 其实人老容颜衰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施力吉王后太追求完美 想要永保青春 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 也没有能够让人返老还童的 技术手段 施力吉的整容是失败的 她的容颜比圆埋衰老的还要快 而且更加难看 任性一辈子的施力吉 晚年栽了一个大跟头 最后是泰国胖公主 体重都要达到两百斤 穿金黄紧身裙 身材太胖真尬呀 在看到泰国王室中的 西里帕猪他棚公主以后 才知道一白遮三丑 一胖毁所有这句话的 最完美诠释了 虽然西里帕猪他棚公主 是有着公主的头衔 但她其实并不是正统出身的公主 她的母亲是 泰王瓦吉拉龙宫的 妹妹猪拉棚公主 患有先天性血有病的 猪拉棚公主 从小就是体弱多病的 因此她的父母亲以及年长的哥哥姐姐们 对朱拉棚公主都很是疼爱 即便后来情头初开的朱拉棚公主 做了有妇之夫的第三者时 也没有对她说过半句重话 纵观朱拉棚公主的一生 她绝对是被整个泰国王室捧在手心中的宠着 只是很可惜 在她嫁给那位心仪的军官以后 却遭受到了冷暴力 最终的结局仍旧是走向了离婚 在泰国药室公主嫁给了平民 那么是要会被剥夺王室头衔的 而朱拉棚公主带着两个女儿 重新回归了王室之时 瓦吉拉龙宫第一时间 让她恢复了公主的头衔 自然 瓦吉拉龙宫爱屋即屋的 连两个侄女也是被授予了王室头衔 那就是如今的西里帕朱塔棚公主与妹妹阿提亚 通缉迪婚公主 与瓦吉拉龙宫的子女们一样 可以以尊贵的身份出席各项场合 近日西里帕朱塔棚公主出席的活动 这应该是新年以来西里帕朱塔棚公主的首次亮相 即便是宽松的服装版型 也没有抵挡住她那肥硕的身材 感觉这一次的亮相要比前几次圆润了一大圈 肉眼可见的坠肉实在是太过于影响美观了 这体重是要达到两百斤的节奏了 身穿一套金黄色套装裙的西里帕朱塔棚公主 如果仔细看的话 上下深浅不一的黄调 是给人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的 上中下青的色调安排 倒也是削弱了几分下半身的粗壮 长袖的衬衫面料是光滑的绸缎 没有任何元素以及色彩点缀着款式 倒也有那么几分的简单与大方 泰国炮公主太放飞自我 这么炮都不知道控制一下 王后多惊艳 垂直竖立着小丽领 即便只有一厘米左右的高度 也依旧将西里帕朱塔棚公主的脖子给遮挡住了 看不到一点肌肤的裸露 果然体态偏胖的人就是连脖子也是短而粗的 衬衫的下摆随意的搭在半身裙之上 并没有刻意的去拉长双腿长度的西里帕朱塔棚公主裙子的款式 也是很传统的泰国特色 长置讲环处的裙摆有着条纹与格纹双元素的底下 颇有一种夏日风情 不过呢 虽醒悟的绝对还是裙身上的那条褶皱了 瞬间就让西里帕朱塔棚公主整体穿搭的层次效果显明了不少 想想一双金色的高跟鞋的西里帕朱塔棚公主 是没有任何鞋跟高度的 只不过整体的色调呢 就显得更为和谐 盘着发的西里帕朱塔棚公主 是拉玛时事当中五官最清秀的 放飞天性的她身形却拖了后腿 也不知道她在看到有着销瘦身形的苏迪达王后 是否会感到羡慕 毕竟王后大多数呢 还是很让人惊艳的 是否会感到羡慕的地方 是否会感到羡慕的地方 感谢观看